我們跟阿伯今天從北索出來 已經沒有之前的意氣瘋霸的鬼名 傲獨獨然後非常的沮喪 那想說阿伯怎麼會走到這一步 關鍵的時間點 是六天前 當時她與映小薇一起被提訓 吳順明低頭駝背快步前進 北檢偵辦金華城鞍 再度提訓吳順明要追貪污金流 如今已經進入關鍵的倒數階段 深圳不怕影子邪 昔日嗆殺深圳不怕影子邪的映小薇 這個月28號羈押期滿 依照規定 北檢最晚要在五天前 也就是23號 申請延長羈押繼續偵辦 否則就要偵查終結起訴了 而吳順明以及衛京集團創辦人 沈慶金則在29號羈押期滿 柯文哲以及時任台北市副市長 彭震生將在11月5號羈押期滿 全案犯罪金流在哪 加密貨幣的棱錢包恐怕是個關鍵 簡單來說 這是離線儲存加密貨幣 讓使用者保管金藥 由於是亂碼 通常會有助記詞 例如有12個英文單字 組成協助記憶 可能就會存放在USB內 對此北檢只回應 涉及偵查內容不予評論 只是事實上 北檢在這段時間以來 偵辦精華塵案動作頻頻 關鍵時間點 繼續提訓載壓被告以及約談 就是要鞏固現有市政 並力求突破 接下來這幾天 北檢究竟會延壓 或者起訴各界高度關注 好 主播觀眾 我們現在就在台北地檢署 持續來關注北檢偵辦 金華城的案件 今天的最新進展是 再度提訓再押的被告 也就是應曉威的助理吳順明 吳順明搭著今天的第一班球車 也就是9點多 就抵達了台北地檢署 那麼他下球車的時候 跟其他案的被告靠在一起 得知媒體拍攝 他還是一樣沒有多做回應 那麼他被受到關注的 也就是因為他鞭壓期即將滿了 那麼根據掌握 也就是北檢依據規定 必須要在鞭壓期滿的前五天 來提出申請是否延長鞭壓 或者就要來決定 偵查終結起訴了 也因此最後這幾天 就會是是否延壓 也或者是起訴的關鍵時間 我們透過圖卡 帶觀眾朋友更詳細來掌握 包含台北市議員應曉威 以及威京集團的創辦人沈慶 還有我們剛剛所提到的吳順明 還有彭真珍 柯文哲 他們分別會在10月28號 10月29號 11月5號 就會積壓期滿 那麼在積壓期滿的前五天 北檢就必須要來提出是否申請延長鞭壓 或者就要徵結起訴 也因此最後這幾天的關鍵時間點 我們都會來關注北檢的最新進展 而此外各界所關注到的消息 還有柯文哲的父親 因為病情惡化 診入家戶病房 昨天原本有消息指出 柯文哲因為他只能收押在看守所 那麼已經透過規定來申請介護探視父親 那麼根據昔日跟他關係不錯的蔡碧如表示 他已經在18號前往探視父親了 後續這幾天 金華城案的最新進展 東神新聞都會有持續的最新掌握 以上是我們在北檢的最新消息 你們每天都在寫科幻小說嗎 你們每天寫的天馬行公 你每天覺得這些東西都不可思議 怎麼可能 可是你仔細看柯文哲這個一路走來 最科幻的東西 最不可思議的東西 最骯髒的東西 最荒唐的東西 不都你柯文哲自己幹的嗎 是你柯文哲幹的這些東西 我們是如實報導 現在你接觸到爆料 我一看又超乎我的所謂的理智線了 有一個人他居然這麼愛柯文哲 不是一個人 很多人5月23 5月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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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隔年的1月1號 1月1號 幹嘛 都同時捐給柯文哲 你這麼愛柯文哲 這個選舉帳戶剛剛打開 你就拼命地把10萬給丟出來 10萬丟出來以後 隔年到了以後 你馬上又再丟10萬 然後更荒謬是甚麼 還有的人這麼無聊 你以為你去買菜嗎 你以為去到菜市場嗎 今天捐1萬 明天捐1萬 後天捐1萬 連續的去捐1萬 有的人連續的捐3萬 大家把這個帳弄出來以後 天你下哪有這種事 你也洗錢洗得太難看了吧 保留哥 王珊珊查不清楚的帳 沒關係 張宇軒幫他查清楚了 你幫他查了 崔少神也幫他查清楚了 為什麼 因為各位我跟你講 這所有的每一份數字 每一份文件 你現在看到的是把 每一天柯文哲從5月23號到1月12號的23點59分 每一筆帳清清楚楚羅列出來 從裡面爬梳 完全沒有繞高 所以你3.3 不用擔心 我幫你查清楚了 結果大家發現 有一件事情 太離譜了吧 竟然有57個人 保持現金 你知道這57人怎麼捐法嗎 他先在柯文哲開帳的時候 也就是5月23號 帳戶剛開喔 他就砰一個 把最高個人上限10萬政治現金直接捐進來 那你說只有一個人就算喔 不是 有123456就這樣的人 總共有57個人 那你說宇軒 那有什麼了不起 他就剛開帳啊 他就很喜歡他 他就把錢捐過來 對 結果巧合的是什麼 這57個人 剛好都在2024年的1月 從1號到2號到3號 保持現金之後還沒有幹嘛嗎 再捐一次 再捐10萬塊 不是再一次 碰一個 再把10萬塊捐進來 然後10萬 10萬 照叉叉 然後λλ��叉叉 99999 到了1月2號的時候 999191 這更好笑 張X跟張X 這兩個人有默契喔 一樣 一個捐10萬 一個捐九萬 一個999千 一個捐10萬 保俖哥 這樣這麼離譜的 也就是分別現在開帳的時候 我捐入10萬進去 等到你要關帳的時候 我再捐10萬進去 這樣的人有57個人 而且各位不好意思喔 你知道重複捐款的人 也就是他不一定超過上限 但他重複捐款的人 保律哥你知道我多忘了嗎 250個 而且都是這樣萬來萬去 重複捐款 對 而且時間點都是跟我們 剛才看的差不多喔 要嘛就是一開始 要嘛就是最後 保律哥 請問一下有這種巧合嗎 我說難想像耶 我是捐一次 我是捐兩次 有的還捐了好幾次 不是 你如果說很興奮 就我很喜歡阿貝 然後開場的時候要捐 我可以理解嘛 那不是啊 有人開局的時候 我馬上捐到緊繃 然後隔一年之後再捐到緊繃 但問題是你看喔 這些捐十萬的人他們還有一個概念喔 他還要知道緊繃是什麼耶 一般民眾在捐款的時候 保律哥請問他會想那麼多嗎 想說我剛好要捐到上限 我要捐到緊繃 很少嘛 很罕見 而且還是這種 與此同時大家突然間有新店感應 喵店感應 重複 我就是五月 我就是一月 我就五月一月 五月五月五月 對 各位 你現在看到這邊 反正它就是兩個時間點 兩個時間點就是 這個選舉帳戶剛剛打開 我馬上把十萬捐進去 可是按照我們現在選辦法裡面 當然現在有一些爭議是 你到底是一次 還是一年一次 如果按照他們的解讀 是一年一次的話 就代表什麼 我現在在五月二十三號 我捐給你了 這是今年的喔 那到了隔年一月 我好像我有新的coda了 我又可以多捐十萬了 我這十萬 開春的第一天 我就把錢捐出去了 保律哥 你覺得這麼聰明的想法 這麼聰明的idea 會是誰想出來的 看完則吧 一定要智商一百五十七才有辦法 想出這種絕沒有辦法 我就跟你講啦 我跟你講啦 我跟你講 政治獻金法 說我每年你知道嗎 每年 喔 可是我們今年選舉跨年 因為是從五二三 選到一月十二號嘛 對不對 所以再跨一年了 可以再捐十萬了 趕快 再把它捅進去 所以我跟你講啦 只有柯文哲這種大天才 可以想出這種辦法 但 這個是法性到底沒問題 保律哥 我昨天有去問監察院的高層 他們的說法是 你要去看那個法條 他的意思是說 政治獻金法裡面 是每年度 那個年度的意思是說 當次的選舉 所以柯文哲會不會聰明反 被聰明辱 如果這些金流監察院認定說 NO 我們指的是單一一次選舉 只能有十萬金額 而不是像你想的說 哎呀 跨一年度了 我又可以再捐十萬 那保律哥 我跟你講 那這件事不是很怪嗎 我今天選舉剛好沒有跨年度 我只能收十萬 我剛好跨一個年度的選舉 我可以收二十萬 哪有這種怪道理 所以我跟你講 搞不好真的要捐彩原去瞭解 但禮奇的不只這些 你想想看喔 手揪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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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大堆 在這裡面一樣喔 保律哥 5231月11號 5231月11號 我問一下有沒有這種巧合 剛好與此同時 有姓蔡的 有姓屯的 有姓尤的 有姓張的 有姓猴的 然後他們都說我523的時候想要捐9999 都剛好想捐 然後下一次的時候 我剛好都想捐10萬 或者想捐999999 哪有這麼巧合啊 這什麼怪事啊 而且有的人好像 你每天去逛超商嗎 你每天逛7-11嗎 你今天買了 今天1萬 明天1萬 後天1萬 再後天1萬 有的是今天5萬 明天3萬 這個1萬1萬的很多啊 我突然覺得 陳佩琪的行為都合理了 你知道嗎 陳佩琪是不是很喜歡 拿著一張提款卡 一張存款卡 這邊搭搭搭搭搭 最後這些人也是一樣 你看喔 他這個什麼日期 10月20號 都同一天喔 他可能早上的時候想說 我先去打個1萬好了 打打打打 1萬 然後呢 中午的時候說 不行 我又喜歡柯文哲了 打打打打 再1萬 晚上的時候說 嗯 我又想我的文哲了 然後再缺1萬塊 一天分三次都缺1萬塊 而且 更有趣的是 你都 都是現金啦 對 寶陵哥 我們剛剛所講到的 包括那個57個 超過800多萬 很有可能 有可能違法超過上限的 還有249個 全部重複捐款的 以及我們剛才看到的 那每一個 有些人是一天捐3次 有些人是像發薪水一樣 每個月10號 11號 固定就6月11號 7月11號 8月11號 都捐錢那種的 全部都現金 我們剛才看到 全部都現金耶 你說固定捐款的人 他都是用現金捐的 對 那如果是用現金捐的 我要拿著錢 到了總部 或者我要拿著錢 到某一個點 你才能夠捐出去耶 不對 我早上去一趟總部 中午去一趟總部 晚上去一趟 都貸一萬塊 反正我會講 你如果把這些東西 你化作實際有一個人 正在幹這些事情 你會覺得匪夷所思 你說宇軒 這根本就是 柯萬小說 正常人幹不出來的事情 好 那另外就是柯文哲 你現在回過頭來看他講的話 根本就完全講開話 當時5月23號 為什麼剛剛講到 很多捐款都是5月23號 因為5月23號 一剛剛開始 我的選舉帳戶一打開 剛剛講 我的錢馬上進來 而且都是10萬10萬 或者是9萬9999 到了第二年的1月2月 1月1號 1月2號 1月3號時候 又是10萬10萬10萬 又是9萬9999 一筆一筆的進來 當時柯文哲還說 這個很奇怪了 怎麼會有人捐錢 這個權到底誰的 搞不好是你自己放進去的 對 被自己被自己感動了一波 我為什麼會這樣講 各位啊 因為5月23號 我們先還原到當時的時間點 2023年5月23號 那時候藍白河請問下 吵得轟轟烈烈了沒 保鎮哥 還沒有 而且那時候我去查過了 你知道柯文哲在523到530 那時候那一陣子的新聞有什麼嗎 幾乎沒有 換言之根本沒引起什麼轟動 也沒有什麼太大的迴響 唯一有的一篇就是 我在臉書上說 哎呀 我想要參選了 我競選賺戶 我已經開了啦 各位啊 趕快啦 就一個QR GO 來幫我捐款 就這樣子 一個禮拜哦 完全無消無息哦 也沒有聲音哦 結果柯文哲突然就拍了一個影片 也沒有人問他 他自己拍了一個影片 說 他又來了 哽咽 怎麼會有人捐錢給我 哎 這麼多 一個禮拜捐了8800萬 太感動了 一個禮拜8800萬 一個禮拜8800萬 所以我們就講 到底是哪裡來的錢啊 而且我看了以後 你覺得非常荒謬 是哎 他這邊講說 你要掃QR GO 你要掃QR GO 你要註冊 你要登入 你要捐款 這個不是這樣嗎 你少要掃QR GO 一定是所謂的轉帳嘛 一定是用這個所謂的線上嘛 結果 我最快 剛剛講的一個禮拜 就是8800萬 大部分都是先進 大部分都是先進 那你搞這個QR GO幹什麼 如果你現在看到 這個數字 真的很好笑 他說 上限 他們還得意哦 上限兩個小時 就860萬 三個小時 就1000萬 五個小時 就1360萬 他說 柯文哲 聽到這個數字之後 都雨塞了 對 他哽咽了嘛 對 就各位 我們剛才看過了 我們等一下也會看到 全部都現金 所以你說 五個小時 1360萬 我們等一下要看一下哦 不要等一下 五個小時 全部都現金 那就很奇怪了 可能是有人拿一卡佩服 來你們辦公室 說我要來6錢 哪有這種可能性 柯文哲 你仔細看哦 在他開始的時候 我們剛才是不是一直講說 5月23號左右 他1月12號 就剛好就這麼巧 來你看哦 前面真的 5月23號 錢太多 7個 7天哦 就7天 523到530哦 光是我們講 匿名捐款 加上我們講的 現金捐款就8800萬 就這麼多 而且你看哦 最後面是什麼時候 收尾的時候 11月24號 保安哥 11月24號 你知道什麼時候嗎 就吳欣穎跟他 共同搭檔 Johnny Walker 台灣鄉前贏 一定贏 那個吳欣穎 就不好意思哦 直接暴震多少 1.5億 就直接增加1.5億 所以說柯文哲的捐款 導播看這個圖就是 我在開始 523的那一個禮拜 到一直開始 到11月的那個最後的時間 錢就突然冒進來 而且升級是什麼 因為理論上 而且還有最後一天 對 最後一天 這是他們講的 1月12號 一無反顧 平一次 因為各位 你仔細看這個中間的環節 不尋常嘛 有稍微學過經濟的 或者我們講 了解過政治就知道 斗內 或者是捐款 他至少好歹會暴增沒有說 但有點常態分布 但保德哥你知道中間這個 根本看不到 感覺是水平一樣平的 你知道這選款大概多少錢嗎 我跟你講 我都扛過了 3萬塊 5萬塊 7萬塊 哎 總統大選 然後你跟我講說 你一整天 你的粉絲突然那天都不愛你了 都不喜歡你了 小草都哭泪了 1.3萬塊 對 然後真的跟我講 1.3千萬 有時候事情差1千倍 所以我跟你講 有時候都是前後 灌得太離譜 最後就長這樣子 所以 你如果看起來 柯文哲什麼 爛絲都給 你給虛報帳目 你連捐款都亂搞 保德哥我跟你講 最可怕在這邊 這兩條線是什麼 一個就是我們剛才講的 現金捐款 另外一個是什麼 匿名捐款 你絕對不會看到這種狀況 就是 保德哥我請問一下 現金捐款跟匿名捐款 尤其是你看 他的線 全部基本上都是一致 連的一模模一樣樣 一模模一樣樣 甚至就連高點都完全吻合在一起 現金跟匿名的比例一模一樣 對 因為你如果把它切換到什麼 匿名捐款 跟所謂的 我們講的 線上轉帳 你會發現 截然不同 你看我們在右邊的圖 這是什麼 這是現金轉帳 就政治現金轉帳 跟匿名捐款 呈現的一個太樣 它會變什麼 根本沒有辦法吻合在一起 就是有的高有的低 有的高有的低 因為匿名轉帳 跟現金捐款有什麼關係 但是你看 當阿用現金 現金直接捐進來的時候 發現現金跟匿名轉帳 保德哥 表示現金都匿名 對嘛 這代表幾個可能嗎 第一個嘛 匿名的人 跟現金的人 是一模一樣的 就是說我在台面上 比如說我現捐10萬對不對 然後我再捐10萬 然後我匿名又沒有 1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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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把它匯進去 只有這種可能性啊 就代表說 它的捐款來源 是相同的狀況之下 兩條線才會長得一模模一樣 而且更怪是什麼 你看喔 包括我們講1月20號 那個時候是什麼 誰公佈 吳欣盈嘛 保德哥不對 你這樣講法就錯了 那時候是藍白破局的時候 那藍白破局的時候 請問一下一般人對於柯文哲 你會覺得他選得上嗎 當然選不上 那選不上你還會捐錢給他嗎 錢更多了 對啊 怎麼會你選不上 錢更多 難不成大家覺得說 吳欣盈這個 我們喜歡美國派的 我們特別喜歡這個美國天心 還是我們講的 一定贏啊 台灣鄉真行 就發現那不是嘛 所以更終於搞懂 為什麼柯文哲要去做這件事情 因為 找了吳欣盈 或許沒有辦法幫自己增加選票 但至少增加了鈔票啊 鈔票真的 至少人家看到吳欣盈會進來嘛 而且最後面也就是我們講1月12號 選舉已經即將要關帳的時候 整個總統大選要結束 沒有必要再花錢的時候 突如其來在最後一天 暴增了一根 錢所未見最高的高點 所以看完柯文哲 這一圖爛帳之後 我真的發現 哇真的是科幻小說 吳欣盈你是第一個點出來說 柯文哲有可能利用這次總統大選 搞這個洗錢的活動 因為本來就有很多錢等在這邊 我就知道透過把這個門打開 把這個錢丟進去 把他給洗乾淨 所以你才看到回來後 這種捐款方式太匪夷所思了吧 不是捐款方式 它就是同一批人在捐款 這樣講一半比較聽懂 它的特性 我告訴你 捐款人都完全相同 這第一個嘛 第二個用現金嘛 第三個就是利民嘛 搞這個東西啊 那搞這個東西 問題是這個出包在什麼地方 你知道吧 出包在五月二十三號的第一波嘛 那五月二十三號 你看那個圖那是怪事群嘛 沒有人 他名叫最後一名 他名叫是 就這個圖 大家看一下 你看有沒有 他收得快1.2億啊 你看這一條線是柯文哲的線 這一條線是賴清德的線 這是侯友宜的線 你看看 人家還在慢慢爬手 他一開仗 剛剛開仗 就一飛從天了 他十天收到了1.2億嘛 大概這個金額 我詳細我們不要管他 根據這個圖來看的話 柯文哲當時的民調 是百分之百柯老三 對 不要談嘛 剛剛開始選舉嘛 對 那時候也沒有假民調 求證都沒有進來的時候 而且也沒有藍白河 也沒有藍白河 什麼議題都沒有 他人根本就是 大家都看誰瞧嘛 他怎麼募款變成全台灣第一名 1.2億 1.2億 你不要開玩笑 你總共只募到4億 等於說你1.4的錢 在頭10天就募完了嘛 那可能嗎 當然不可能 現在我們看起來知道了嘛 他在幹什麼 這樣比很可怕 選舉這麼長的時間裡面 你在前面的一個禮拜 就把1.4的募款額給募完了 全部募完了嘛 所以他根本就是誰的錢 就是他的錢用這個方式 用利民 用這個重複的捐款 對啊 用這個現金 做帳做出來的 所以你說不是有這麼的人 這麼無聊 早上捐個1萬 週五捐個1萬 晚上捐個1萬 要不然就是我今天捐10萬 我隔年一開始 我又捐10萬 你說這根本就是做帳做出來的 剛剛淑貴議員教我一件事情 說他們在選舉 看到有現金代表什麼意思 要本人到總部來捐款 那叫現金 法律有規定的 要人到現場來捐 這個很多人 桃園的高雄的一大堆 這個重複的很多南部 那個是拿身分證 這個人頭黨員嘛 搞假的就是 所以他是個騙子 然後最噁心的是那張圖嘛 第一天他還雨篩嘛 對 演戲嘛 台灣騙子嘛 變成台灣影帝嘛 簡直那個大騙子 你看 他每次想說我們在寫科幻小說 你看 他怎麼會用人捐錢 他媽的當然自己捐的 你自己口袋全拿出來捐 不要臉嘛 這完全純粹不要臉的一個人 我再補充一件 當時小文捐款出來了以後 上限兩個小時860萬 三個小時突破千萬 不到五個小時突破了1360萬 柯文哲說 聽到這個數字之後 馬上雨色 他說這些數字的背後 存在著許多人的信任跟期望 貪污的錢他來洗錢嘛 跟小沈晶晶給他的錢 借機會洗乾淨 把張錢利用選舉洗錢 全世界都他第一個人 然後還記帳 還記帳 可是問題是 只有他發明的出來嘛 你看現在證明了 249個人重複嘛 對 249個人我跟你保證 你去問他們說 錢誰給你的 柯文哲給的 檢調現在通通查完了 查完了嗎 當然檢調不是傻瓜 這個東西 Excel 電腦跑一跑就跑出來了嘛 名單上面 最簡單嘛 就是這個錢是誰給的嘛 我不是一直這樣 1500萬誰拿走了嘛 橘子拿走了嘛 就是有小沈給錢 橘子拿走交給柯文哲 一樣這個道理啊 柯文哲拿錢出來嘛 然後交給誰 交給李文娟嘛 李文娟做帳嘛 那李文娟就把他存到戶頭去了嘛 就做假帳 然後收帳錢做假帳 然後他還假裝哽咽 哽咽 塞 不要臉嘛 不要臉 然後現在你看他也不哽咽 他存在著許多人的信任跟期望耶 然後最後結果 立法委員要跟他要錢 一毛不給 對不對 面具你要自己買 什麼都要自己買 那你帶了很多人的信任跟期待 立法委員選舉 你要不要去捐給人家一下 你看各黨都在給人家 就是這個畫面 有900多萬我們都還沒有開始 都還沒有廣告 怎麼會有人捐錢呢 已經封在臉書上面了 大概幾個小時就有988萬了 他就被感動了 他就開始哽咽了 開始語色了 沈晶晶給他的錢 陶租影員給他的錢 他利用這個機會在洗錢 還演這個戲說要不要臉 這個真是 把台灣大學教授的臉都丟光了 就他說我們在寫科外小說 最荒謬都他寫的 這不是 這是騙術嘛 這就是詐騙的騙術嘛 所以他今天去坐牢是應該的嘛 所以淑慧 你也曾經複選過 你也曾經選舉過 你有看過這種事情嗎 我對你這麼好 你的選舉帳簿剛剛打開 我馬上10萬就進去了 那隔到一年之後 1月1號 好像是說我換個年度 我可以再捐錢了 我馬上再把10萬給捐進來 另外就講說 我早上捐1萬 中午捐1萬 晚上捐1萬 要不然就是什麼 要不然就是我照片 今天捐 明天捐 後天捐 可是我要每天去你的契權總部 難怪端木正這個有牌的會計師 做過大公司 做過上市公司帳的會計師 卻做不出來柯文哲的政治獻金 我們之前現在想說 一個會計師怎麼會做不出來一個 這麼簡單的政治獻金的帳 原來是搞得亂七八糟 剛剛大家一直在講說 5月23是一個捐款的高峰期 一直在探討5月23到底發生什麼事 我告訴大家 柯文哲是5月20宣布 參選 然後他的政治獻金專戶 也是5月20才設立的 也就是他才設立第三天 全世界都還沒有 可能都還不知道 他到底帳號是什麼的時候 就有人瘋狂的捐款 而且那時候他的總部都還沒有設立 對 他5月23的時候 總部都還沒有設立 你如果總部都還沒有設立 請問一下 我要怎麼拿現金去捐給你 大家那些瘋狂的現金 如雪片般 全部要捧著現金 捧到哪裡去 去哪咧 捧到哪裡去 他的那個新莊的競選總部 或是他各地的那一些 是很後面才慢慢的那個耶 所以你說我想捐也沒有地方捐 對啊 那你如果是透過銀行匯款 匯到他的這個 是總部 的競選帳目裡面 我ok 我ok 你天然地北匯下 現金你是要拿到現場去的耶 請問一下 當時的柯文哲的競選總部 都還沒有成立 他們大家 這些瘋狂的粉絲們 每個人都要揹著錢 要拿到哪裡去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會出現這種狀況 我今年要捐 過一年馬上就要去捐 甚至我還看到有人 112年的11月才捐10萬 然後113年元旦一過後 1月2號銀行一打開 馬上再去捐10萬 對 這中間你以為是兩年嗎 沒有 大概只有40天 他就馬上去捐10萬 有這種可能只有兩個 就是太好丫又太愛他 第二個就是人頭 會有這種情形 三個可能 人頭啊 我游淑慧要捐給寶傑哥 可是我不想讓人家知道是我 我要一次捐給你100萬 可是我不想讓人家知道是我 我就透過在座的來賓 一份名單交給你 你就幫我key in 這個他10萬 他10萬 就這樣子不要寫我的名字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為什麼要用現金呢 我不想到銀行去存 因為到銀行去存 要寫自己的名字 要寫匯款人是誰 而且我是一次給你100萬 按照政治現金法 一個人只能捐10萬 所以不行 不能透過銀行 所以全部都貼現金 反正你死無對證 匿名就真的死無對證 所以現在北檢也很容易抽查 抽查這一些 今年10萬明年10萬的人 問他們說 你們真的是 這麼瘋狂的鐵粉是不是 這個錢是不是真的是你 說不定就會像 威京的那7個人一樣 他們就會講說 不是啦 這是什麼叫我去關的 對 很有可能 而且剛剛講到 一開門進來的都是10萬 是啊 所以這個一定是 而且都是現金 而且剛剛講到 有在台北大安區的 有在南港的 有的是在台中烏日的 有在新竹縣的 有在板橋的 剛剛講到 每個地方還有內湖的 台中西團 所以現在是怎樣 全台灣的7個人 都是柯文哲的 收現金的分部嗎 現金就是要親自拿到 這又不是像國民黨或民進黨 在各地都有黨部 那我們也可以去問民眾黨 你們各地真的都有收到 這些巨額的現款嗎 那去查這個匯款資料 就知道了 難道民眾黨各地的黨部 收到這一些 數十萬上百萬的現金以後 不透過銀行嗎 對 直接就背來總部 台北總部 新莊總部給科嗎 應該不對吧 所以其實要查金流 是很容易查的 如果各地的區黨部 市黨部 也沒有匯款到總部 對 那怎麼可能5月23號 天南地北 全台灣各地的人 都捧著10萬塊的現金 跑到台北來 奔赴科盈 然後說阿伯 我一定要把這10萬塊交給你 我覺得這個情景 拿現金喔 我覺得這個情景太難想像了 所以我覺得也不用抽查的很複雜 就查5月23 24這兩天 然後10萬塊 然後外縣市的人 就好了 打電話問一下 你們是不是真的自己捐的 我覺得就好了 你們為什麼要分兩年捐 是不是真的那麼愛他 我覺得去問一下就好 一般個人 或許會對自己 所愛的政治人物 砍中這個 500 1000 5000有可能 捐到10萬 很少 個人很少 坦白說 我當年捐給韓國瑜 也不過1萬而已 韓國瑜 真的 10萬塊 真的不容易 好 所以事實 剛剛講到的 所有對匪夷所思 不可思議的科幻小說情節 真的都在科文子 還有在審慶經裡面發生了 這兩天我們在講的一件事情 就是現在 居然忠實華發了一個送訊 發了一個送訊裡面 就講說 你們現在先把我 那個精華廣場的土地給扣押了 可是精華廣場土地上面 你說那20%的這個所謂的榮獎 是不法所得 不對啊 那榮獎不是我提出來的啊 鼎月公司 不是榮金獎勵20%的這個申請人 也不是 假設說犯罪所得的流向人 跟我都沒關係 後來大家才說 真的 當時申請的人 真的是精華廣 可是按照法規 精華廣不能是申請人啊 台北市政府 你當時怎麼可能去接受這個案子 還有 沒有 如果再把今天這個東西整理出來 你就知道說 這中間 勾結的成分 也太深了吧 寶姐 事實上我們都知道說 其實這幾天的時候 忠實華在做一個動作 就是他要切割 他跟沈靜晶 也就是說他要當什麼 他要當大衛魔術 欸我跟沈靜晶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但是呢 我跟你講看了這些劇情之後 我會發現到什麼 柯文哲他根本就是放水大師 而且他根本一團亂 為什麼一團亂 寶姐這真的是 就是讓人家覺得匪夷所說 我真的覺得 這種劇本沒有人寫得出來 為什麼沒有人寫得出來 你跑了這麼多的財經新聞 你看了這麼多公司的重大 這個重大訊息 對 沒有這麼好的 為什麼 因為現在忠實華就是說 哎呀你這個頂月開發 我這個土地被扣啊 這個才不合理啦 因為頂月開發這個土地 我們 我們有不乎所得 但是我們不是 我們不是獎勵 28的申請人啊 我們不是犯罪所得的人啊 所以我們不 你不能扣掉我們的土地啊 這個狀況啊 欸寶姐 一看乍看之下 他好像講得很有理對不對 對 但是你仔細一看 根本是完全胡說八道 胡說八道 因為為什麼 因為我們印象之中的 這20%的這個申請人 是金華城沒有錯啊 那金華城來說啊 欸問題是 當時你頂月開發 已經買到這個土地啊 因為他來講的 他這個重新來寫得非常清楚 我在108年9月20 他都給你寫時間點 都寫在這邊 那你講 金華城是2020年之後 才提出來的這個申請 當時的土地 一定是頂月所有 對 所以你要說 哎呀不是我申請了 問題是那金華城 為什麼可以申請 反正這完全是 非常匪夷所思的狀況 不是按照你所說的 今天如果在2020年 金華城提出申請的時候 台北市政府 第一時間就可以駁回了 對沒錯 台北市政府根本不應該 接受這個案子 因為他們台北市 怎麼可能不知道說 這塊土地已經易主了 對 台北市政府 能夠接受這個案子 就代表當時的柯文哲 跟沈靜基 早就知道未來可能有問題 對 他們知道未來有問題的時候 先買一下一根針 對也就是說事實上 在之前來說的話 這560確定之後 事實上這個頂月開發 就買了這個土地 所以當時560的確 他可以這樣開發 可是接下來的560到840 是由金華城來開發 來申請 可是問題是所有選 當時已經是頂月的 那結果金華城可以這樣申請 這完全是非常匪夷所事 因為任何的都更案的話 你一定要是本人跟地主 或是說相關人士 你才能夠申出這個都更 今天不能說 武董的這個家裡面的土地 我來幫他申請 這完全不合理 所以這個等於是完全 而且你知道 這讓他申請過的時候 我覺得這個台北市政府 當你在搞什麼 不是你當然不是講 你威京當然講的 金華城你要申請是可以 可是你台北市政府 怎麼可能接受 對啊 台北市政府都不用看了 這個你現在已經不是所有權 已經不是你了 你還申請 我還趕快給你過 然後這個還 煞有其事的開了便當會 然後柯文哲說 趕快讓他過 黃警帽趕快讓他過 因為這件事情 大家本來就質疑說 你是左手換右手 你本來當時 有另外一家建設公司要買 要300億買 你不要你左手換右手 左手換右手 其實就已經違法了 那你柯文哲知不知道 那你如果說 今天已經交給頂月 本來跟你交對的對象是豬牙虎 可是你在整個開空典禮 你旁邊還是站著誰 還是站著審信機 就代表你柯文哲 對於整個威晉集團 左手換右手 你黑龍誓鬥 你在這邊 怎麼說是 做這個利益交換 你柯文哲是完全了然於心 你問柯文哲 我怎麼知道 下面的人他們沒有搞清楚 他一定把他推了一乾而泣 這法事局怎麼沒有發現 這個相關的都審 怎麼都沒有發現 這個是跟我都完全無關 他也是可以推得非常乾淨 可是問題是 這整個是覺得非常荒謬 怎麼是你主政之下 台北市就會出現這種 很神奇的鬼故事 我跟他講啊 通常這種所謂都市都庚的計畫 來說 你知道這個市政府在審查 都審查之嚴格啊 他會把地主都找過來問啊 你們怎麼樣啊 你們分配得怎麼樣 你問得非常清楚 那個地目地號 然後你要申請多少 都很清楚 哪有人這樣子的 你明明就是 這個土地已經不是你的了 然後你還可以申請 然後煞有介事 就是走了這麼大的過程 還看了那麼多次的督審 大家完全都是 在審一個根本 完全不能夠做的案子 你會覺得很荒謬嗎 還在審了兩年之後 終於到2022年 放行讓他過 然後就這樣 你不覺得看 你頂著看法 還突然講這個話 不是 而且當出事了以後 你才告訴我說 對不起喔 那20%的申請人不是我 所以20%的不法利益 也不是留在我的口袋裡面 跟我一點關係都沒有 對 所以很簡單 沒有錯 你講這樣沒有錯 所以你就要怎樣 退回到560 也就是說 金華省申請的這些案子 完全都是不合 完全是不合規的 所以才講 這怎麼會發生這種事情呢 真的 完全 為什麼今天 為什麼今天才會爆出來 抱歉 知道嗎 因為大家從來沒有想過 會發生這種劇情 這個真的是太過科幻 沒人想過 科幻到我們都無法想像 一個完全平衡的案子 你居然 台北市政府審了兩年的時間 而且台北市政府 是我們全台灣最好的公務員喔 居然這樣審了兩年 我看了我都覺得完全 非常傻眼的這個狀況 好 蘇貝 你說現在 柯文哲跟沈晶晶兩個人 是聰明反被聰明誤 兩個人以為說 我非常聰明 我買了一根針 當然萬日有萬一的時候 我可以把它做個切割 金華城是金華城 這個頂月是頂月 我不會損及頂月的這個權益 可是如果今天回過雲的頭來是 這個土地已經是頂月的 可是申請人如果是金華城 股票有一個公司 而我們的台北市的都發局 如果接受了 接受送了都委會之後 這一切都是違法的 所以直接來講的話 蔣萬安是可以直接 把這個建造給廢掉的 當然我下個禮拜 就要寫一個書面質詢 我要求就是台北市政府 去評估這個法律效果 看可不可以直接就把 當時的都市計劃 直接撤銷 因為違法的行政處分 是可以直接撤銷的 當撤銷了以後 根據這個都市計劃所 設計出來的這個建造 也可以就自動不失效了 對 所以我不管你金華城 要不要停工 那你們大家的事 你要回復原狀 或是你要變更設計 那就是你自己的事情了 但是我們剛剛這個 是東哥說的 這就是當年的一個 非常荒謬的狀況 事實上我後來去確認了 109年的時候 土地的所有權狀上面 也不是金華城 也不是頂月 他當時的權狀上面寫的就是 凱基銀行 因為凱基銀行是受託人 頂月跟金華城 他們正在進行不動產的交易 這是實務上常見的 在交易完成之前 我們約定好先信託給銀行 錢放在我家 土地放在我家 錢付完以後 我把錢交給金華城 然後我把土地交給頂月 這就叫我們買賣的履約保證 對 所以凱基銀行 只是擔任一個履約保證的 受託人而已 所以你只能保管這個部分 對 可是土地權狀上面 會寫著他是所有權人 那第一個 凱基銀行是受託人 他不可能拿著自己 受託的土地 就跑去申請都市計畫 如果這是可以的話 我告訴你 全台灣都亂了套了 銀行就把自己 土地拿來看一看 因為我被受託的土地裡面 這一塊蠻值錢的 我來幫他申請一下 都市計畫好了 這是不可能會發生的 第二個是 台北市政府怎麼可能 讓一個受託銀行 就來申請這個都市計畫的變更 他不會去問一下凱基銀行嗎 說這個土地是你的嗎 對 你要申請都市計畫變更 可是上面申請人 就是金華城公司 你不用 你什麼都不用問 你光看這個申請人就不對了 申請人寫著 金華城股份有限公司 土地權狀寫著凱基銀行 你不用去查一下嗎 你不用去查一下嗎 就算凱基銀行 他有說 我有同意讓金華城去申請好了 好啦 那也不對啊 你們都沒有看過新聞說 不對 他早就把土地賣掉了 對啊 這兩個人都是無權去申請的 凱基銀行也無權 他只是保管銀行 金華城也無權 他叫錢地主 土地都賣賣掉了 太好意思 好啦 更奇妙的 我說是頂月 有哪一家公司 會買了300多億的土地 不去過戶 然後還讓錢地主 拿著我的土地說去申請榮獎 對 哪一個上市公司 會做這樣子 哪一個上市公司 會做這樣的事 金管會 要不要去調查一下 而且完全不過戶的 對 我錢都給的不過戶 然後如果今天金華城 不是拿去申請榮獎 是把它變更回工業區 今天好家菜是變更榮 機率變更高 如果金華城股份有限公司說 哎呀我覺得560太高了 你給我392好了 去把它變更成這樣 請問一下頂月要不要認 頂月要不要認 這是不合理啊 土地獨不珍貴 我怎麼可能讓別人染指呢 對啊 所以這個整個都是不合理 可是好不管是頂月 不管是中石化 不管是金華城 他背後有一個在那邊 玩這一些傀儡的人啊 那個人是誰 沈慶金啊 所以今天中石化去發布 重訓說 這個不是我申請的 對 但是他不敢說 這是金華城申請的 因為大家還是有同事之疑 他不好意思說 要不然他怎麼不說是誰呢 但是這就是在切割金華城嘛 可歌可氣嘛 陳鈺坤就是可歌可氣嘛 那他又不要再把凱基銀行 撒出來戲 對 說其實這是凱基銀行 授權金華城去申請了 凱基銀行沒有好好保管 我頂月的土地 我只是讓他保管而已 他居然把他授權金華城去申請 他是不是要把凱基銀行再拖進來 我覺得凱基銀行也應該主動配合 台北市政府還有北檢的調查 當時到底你為什麼會參與到 這個容積獎勵的申請裡面 在整個金華廣場案子裡面 最重要的是 今天中石化跟底月出來開出記者會 對 開出記者會大家想 你的態度到底如何 你到底要攻還是要守還是要退 可是我看不懂是 今天他都講了 這個東西無法操制在我啊 我們就遵守法令啊 那我都覺得 那你既然講說你要遵守法令 你不是操制在我 那你不就退了嗎 結果你居然告訴我 沒有 竟然陳瑞樓一步不讓 而且這真的是 小沈在牢裡面空中遙寇 抱歉我昨天不是說嗎 小沈跟這個柯文哲 在過去幾年的時候 把台北市民的利益 跟他們完全綁在一起 今天呢 中石化跟這個鼎月 就告訴你這個事實 我怎麼這樣說 現在大家都問啊 因為他們今天出來開記者會啊 這陳瑞隆董事長他們出來開 你覺得說 講話很溫和啊 這樣一個狀況 但是簡單來說 他今天是裝可憐 實質在威脅你 表面可憐 實質威脅 我上面都講了 我們中石化是上市的公司 我們一定遵守法律的規定 我已經要求 承攬計畫廣場 未來施工的所有的廠商 要完全按照法律的規定 一定要遵守主管機關 下達的病例 信息很明確 欸 我都覺得你都講到這一步了 結果是威脅 抱歉 為什麼是威脅 我們就講 因為目前為止 我們曾經在節目上跟大家說過 精華廣場的這個地下室開發 是全台北市最大最深的一個 比101都還要深 他目前為止 蓋到這個位置來說的話 如果你不再繼續往上蓋的話 他可能會有公安的問題 雖然現在料定你台北市政府 不敢讓他停工 不敢停 你一定要讓我蓋到某個程度為止 所以沒有停工的問題 雖然今天故意講這個話 欸 主管機關啊 主管機關如果我們遵守主管機關 所下達的命令啊 但是主管機關會下達命令給他嗎 你說他賭台北市政府 不敢下達命令 為什麼不敢下達命令 保證很簡單嘛 現在周邊的居民怎麼說 會有危險啊 如果真的塌了那怎麼辦 然後周邊的居民 我們一直激光精華廣場 能夠讓我們這個地方 能夠重新的死灰復燃 有商機啊 議員什麼 一大堆的壓力就來了 所以 夾當地居民自重 對 他現在就是這樣 你一定要讓我蓋下去嘛 不然你能怎麼辦 至少要蓋到一定的樓層嘛對不對 現在連民進黨的這個 原本許淑話也就是說 你要不要停工停工 他現在也說 不然的話 我們先把他安全的這個狀況 先把他監測清楚好了 為什麼 因為顯然目前為止 的確可能會有公安的問題嘛 所以你說現在柯文哲跟省經理 一開始就是要跟北建 一開始要跟台北市政府 他一開始就玩這個弱基油線 對 弱基油線就是這個油門踩到底 我絕對不能退縮 現在油門不放 我就看你台北市政府 搞了半天 現在是台北市政府要讓了 對 所以目前為止來說 他們就料定這一點了 阿廷公他對我們遵守 主管機關的命令 問你主管機關會怎麼說 他目前只面臨到的壓力是 他不會讓阿廷公的一個狀況 所以你說今天開這個計劃 原來第一刀砍在哪裡 砍在台北市政府 原來這第一刀砍在哪裡 砍在講萬安的脖子上 另外一個要講的 你這件事情有兩個關鍵點 兩個關鍵點 一個是你的銀行團 第二個是北建 他一開始現在怎麼講 頂月跟中時的話 十月初 我就已經跟你銀行團協商了 雙方的共識是以 當時連貸合約為協商基礎 我有誠意也有能力 透過市場的資金的調度 讓連貸銀行有滿意的解決 所以不是你說了算 我們合約協商的基礎 是十月份的那個基礎 另外就是我有錢解決 你幹嘛抽我銀根 他這個銀行強下 不是你想抽銀根就可以抽銀根 你要我增加擔保就增加擔保 更不用講說 我直接對你北建喊話說 我現在提出抗告 所有的責任 你台北地方法院 你北建想清楚 簡單來說 他今天的講法 是把所有的罪責 推得一乾二淨 跟我們這個忠實話 跟我們頂月是完全沒有關係的 為什麼這樣說 他就講嘛 你扣押土地 我們現在提出抗告啊 所以搞不好 法院那個名察區 搞不好就不會被扣押 所以這些問題都不存在 好那回到 你要 銀行團你要我增加這個擔保品嗎 不好意思喔 我們當初已經有簽了合約喔 你要以這個合約為基礎喔 我們都是商業往來喔 你要這樣喔 我們有誠意又有能力 要解決市場的資金調度喔 會讓銀行團 有滿意的這個解決方案喔 所以意思是說 我們叫合約來喔 你要這個增加的話 我是可以增加喔 但是你要增加的話 我們還是用合約來走喔 所以你當時擺一堆以為說 今天地方法院出售 你就要售了 你就會說了 沒有說 連带銀行如果收手 跟他講 銀行雨天收散 那個多可怕 他也告訴你 叫保來喔 叫合約來喔 我十月份已經跟你協商過了喔 所以你看 要我停工 目前為止他們立場 主管警官怎麼說就怎麼做 土地 我去抗告 有這個搞不好會回來 再來你要我增加這個擔保品 不好意思 按照合約來 所以你看 他每一項都跟你說 不不不不不 好最後還有一個什麼 保健商問說 你不是有五億的這個編列的這個公關費嗎 公關費啊 他說啊 這個沒有編列五億的公關費 至於其他這個屬於這個偵查不公開的範圍 就是跟你說 沒有 所以某些程度來說 沈晶晶說我沒有給 沒有這個收行費 柯文哲也不承認 現在忠實說來說 沒有這回事 所以就是他都跟你說 沒有 我們也是沒有 所以等於大家都是口供一致 都是跟你說 我們絕對沒有付錢出去的狀況 而且我覺得最妙的是 大家當然好奇說 這個東西有沒有 沒有沈晶晶在獄中遙控的狀況 對 因為吳董在講 沈晶晶絕對知道所有狀況 而且這個記者會 陳瑞隆引他的個性 絕對不敢自己召開 當然 他一定是沈晶晶直接在獄中遙控指揮 他講 沈晶晶當然會很關心啊 他一定往他的管道可以知道啊 那至於這個會怎麼開的 我是跟大家協商太長 這跟我沒有關係 這不是我自己搞的 是 那不就間接證實 有一股大力量 在背後遙控嗎 簡單說他們都是操控了人偶嘛 一定是沈晶晶在後面 這所有的事情都是沈晶晶說了算嘛 所以今天開這個會要告訴你什麼 也很簡單 他現在沈晶晶是在對外說明 或是在對柯文哲釋放一個訊息 我這個鼎月開發 我跟鼎月開發 目前為止都沒有說有 這無意我們都不會說喔 那另外一個 我們反正現在立場就是踩到底 你北檢雖然要透過中級施壓 你要給我扣土地 你要這個銀行團對我施壓 不好意思 我現在鼎月跟這個中式的話 我都撐得住 所以請你再撐一點時間嘛 這開的不是就告訴你外接這個訊息嗎 他是跟這個柯文哲隔空喊話 他不是就告訴你這件事嗎 柯文哲得到訊息一定也是這樣喔 喔你還撐得住 你們都沒有問題 你或許還可以再撐一段時間 好那我們就繼續撐下去吧 所以跟你講 目前為止來說 北檢他想了很多辦法 對這個沈晶晶終極施壓 可是目前看起來 今天忠實話跟這個鼎月開發 就告訴你說 你這個目前為止我還撐得住 那這形同告訴你什麼 沈晶晶目前為止還撐得住 好那位臣 真的外行開任道內行開門道 我這種外行人我都覺得 哇完蛋了他撐不住了 所以今天要開記者會 完蛋了他撐不住了才講說 這個東西不是操之在我 我是外行人所以我看不懂 我說我們一定遵照法律規定 我一定遵照主管機關下達的命令 而且我已經告訴這個 金華廣場所有的承包商 命令非常確定 我就是依法行政 所以如果金華廣場會有停工的問題 主要北檢你扣押 我當然就認了 可是按照市中那樣講 完全不是這樣子 他是跟銀行談喊話 是跟北檢喊話 而且他完全吃定台北市了 是簡單講就是他態度柔軟 但立場堅定 什麼樣的立場堅定呢 以退為進跟你對幹到底 他現在很簡單 我現在已經蓋到我這個開挖率這麼高 那旁邊附近的居民很害怕啊 你敢停嗎 現在如果說我先提出抗告 如果說你們真的就是 到最後被駁回的一個情況之下的話 我就不動 因為是你北檢提出扣押我土地 北院核准的 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也只能佩服你啊 我就什麼都不動的情況之下 我問你這樣拖下去 變成爛尾樓 誰會怕 居民會怕 居民會怕 那誰會受不了 台北市政府會受不了 現在都還沒有正式完全停工的情況之下 許舒華議員 我們知道他本來是非常堅持 要求停工 要求停工了 他現在已經開始有點 也不能說他轉變 應該是說他現在發現 好像這個公安問題真的還蠻嚴重的 他直接在他臉書已經講了 我再次強調喔 你這個精華城市不公不義的一個公共議題喔 所以呢應該要接受相關檢驗的喔 但是施工區域位於所謂的土壤硬化區 必須確定地基能否承受高樓層的一個建物啊 所以呢 就是要請這個相關單位 確保有沒有公安的問題 所以換句話說 本來我們是態度很硬的 覺得就是說那你的不對 你全部給我停下來 你這個真的要壓到底 發現不對耶 現在好像大家都認為 這個不該下去的話 好像對於整個台北市 對於或者是當地的居民來講影響很大 我們政府常講引用一句話說 共驗鄉最怕無天流 可是你把政治界的共驗鄉最怕無天流 你放到了商場 你根本就小兒科 我們政治界還要留一個純手你知道嗎 要留一個後路你知道嗎 還要有一個公平 沒有 反正你如果要我的這個利益 你要我的這個所謂的錢 老子就跟你拼到底了 我都沒有想到金華廣場會玩到這一步 你要停是嗎 你的所有的公安問題 你要跟我負責任 是 你來動我老省的命根子 就是我的金脈 那我就動你講安的命根子 什麼 你到底要不要繼續連任 如果當地附近的居民 大家因為公安的問題 惶惶不安的情況之下 到最後誰會先投降 搞不好是你開北市政府先投降耶 所以這樣弄下去 所以才會說 所以他現在用當地的公安 用當地的語情 用當地老百姓的這個反應 來威逼所有人 而且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什麼一件事 就是現在老省跟柯文哲這兩個人 再進去到現在已經快要兩個月 兩個人其實立場一致喔 他們目前為止還在弄堅持求徒理論喔 彼此都沒有把彼此的一些事情給供出來喔 第二件事情 他們兩個現在是亡命之徒啊 對坐一輛車啊 就跟你北檢在玩個遊戲 他們坐在同一輛車上 他們坐在同一輛車上 他在跟你北檢玩膽小鬼遊戲 我們兩個亡命之徒跟你拼了 看你可以敢把我們辦到什麼地步 如果你一按一按 一按一按壓下去 一按一按查下去的話 那你這個金華城 你就放在那邊 你可以撐過一年嗎 你可以撐過兩年嗎 台北市民可以讓另外一個爛尾囉 這樣繼續放那邊 再下去四年嗎 所以他現在打的算盤是這樣喔 我給你對幹到底看誰先軟 好的慧晨 我看了這一段以後 我覺得他根本就衝著你來了 因為這件事情發生了以後 一直在質疑忠實化財務有問題就是你 而且你把很多的財報講說 你的流動資金這麼少了 你現在的約當現金只有50幾億啊 你的短期要付的債務就190幾億啊 你如果真的有一點閃失的話 你根本不可能像你過去那個手法 就是我要借心還救 他說哪有 我的財務健全 我有能力調動資金 我也可以提供連帶銀行 滿意的解決方案 我有餘育應付營運需求 他餘育是多少 從頭到尾沒有講 我跟你講今天記者會 其實就有記者問他幾個問題 包括你372億元的購地款 你是真的有完全交割嗎 你有把372億元真的每一筆錢 都已經還給金華城 才有完成這個過戶嗎 他們都對於這個問題 你知道他講的很有趣喔 他給了一個答案 他給的答案是什麼 他說這個 2021年11月都真金白銀 純淨信託專戶財購戶 無庸置疑 信託專戶從頭到尾只有40幾億 我現在跟你講的是 全部購地款372億 所以他們對這個問題 其實今天在記者會上 是避開了 避開的沒有回答 而且他今天陳瑞榮講說 哎呀外傳說 我們有編了一個5億元的公關費 絕對沒有這件事情 我們現在把財報翻出來 確實不是5億元是多少 4.76億 這個上面自己財報 你們要看第9點 他寫得很清楚 合併公司與金華城有限公司 購買土地於民國108年10月30日 簽訂不動產的一個買賣契約書 即增補協議書 增補協議書 其中前述之增補協議書 至民國113年6月30日 合併公司已經支付金額為 476190千元 換句話說 4.76億元 OK 那請問這4.76億元是什麼 是拿來幹嘛的 是拿來幹嘛的 不是很奇妙嗎 而且是在今年6月30日之前 已經完全支付是這一筆 當然他的款項也許不是公關費 他怎麼可能用公關費 所以但是他講得很清楚 這一筆就是增補協議書 那什麼叫增補協議書 蘇惠議員之前有講過 他原本他賣地給那個時候 他們是用560% 所以他給的這個相關的合約 什麼是560% 但是他其實中間有個條款 什麼條款呢 未來如果有機會 容積率增加的情況之下的話 他要再給這個 額外的一個增補協議書裡面 額外的一筆錢 要多給錢 要多給錢 就是這5億啊 他先跟你說不是5億 對 不是5億 因為上面寫4.76億 可是這個是到那一年底 付的錢 第二年可能還有繼續付 還有別的錢 因為他寫得很清楚 說到12月31日指 本公司已付 已比一比付 對 但他沒有說 整個金額只有這樣 對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 這個是寫說 是113年6月20 所以今天他們睜眼說瞎話 對 但是他可能說 我們不是公關費 我們不是5億 確實不是公關費 不是5億 是一個叫什麼增補協議書 裡面的4.76億 當然他可能有更多的話 但不管怎麼樣 其實我們現在就把這個 我昨天請我們製作單位 做了一個表 簡單來講 他全部都在玩搬錢的遊戲 這個所謂的底月公司 他資本額 從頭到尾就只有1億 就是你忠實化 拿相關的土地 不斷的去增資增資 增資到把這個資本額 灌到所謂的350億 然後呢他就說 還有把370億 付給所謂的淨華生公司 妙的是在哪裡 他們付款的一個時間點 是2021年的11月 這個星光跟星光人壽 連帶銀行給頂月的 也是2021年的11月 所以你看喔 連帶銀行149億 一馬上給頂月之後 頂月就馬上把這筆錢 還給了金華成 給金華成就算了 因為你這372億 你購地款應該給他了嘛 沒有的是 金華成一拿到這個錢之後 馬上回給他的原始股東 中工跟那個亞太工 亞太工商領域 亞太工商領域也是中石化 換句話說 他繞了一圈 中石化拿土地 換錢給你 繞了一圈 從銀行團 回到中石化 又回到了中石化 所以從這邊就看起來 很清楚一個事情 從東到尾 他玩的遊戲是什麼遊戲 創架 然後不斷透過借貸的方式 他其實那個增資 是要告訴銀行團 我有這個能力 但這個能力 是從銀行團騙出錢來 最後錢又回到中石化 好 摔不到 我對你的佩服又如滔滔殭生 你直接就覺得 怎麼會在這個時候 開心的會 而且如果銀行團 要你抽你一根 要你增加單薄筆 要你提前換款 你照辦就是了 今天嘴巴講得很軟 我們完全依合約行事 第一個依合約行事 沒有想到 我開闢了一個戰場 我直接跟你台北市嗆一下 就說你只要敢給我下達命令 我就服從 這個後果你可能要自負 第二個就是 我跟你銀行團講 我們都已經簽過約了 我們按依約核行 代表不是你銀行團說了算 真的像你昨天說的 他直接跟銀行團 直接跟北檢嗆一下 所以今天的記者會 只有兩個重點 一個就是針對台北市政府的 停工與否的爭議 我看你敢不敢停工 這是一件事情 所謂的這些整個地塊 有可能會破裂 對 或是那些水泥的那些集裝會破裂 對 如果產生破裂的話 要就事情大條了 而且你昨天做了一個判斷說 以陳瑞隆的個性 他絕對不敢自己開來這個記者會 而且他今天雖然講得遮遮掩掩掩 我一聽 那根本就是消聲死灰的嘛 所以我第二段 再來跟你解釋 他今天的記者會內容 他今天記者會只講一句話而已 一句話什麼話呢 他說很簡單 他一切依照合約辦理嘛 這個話就是陳瑞隆的老套 陳瑞隆公務員當一輩子 對 最後講的事情 就是依照合約辦理 那問題是依照哪一份合約辦理 對 依照銀行的聯合貸款合約辦理 聯合貸款合約辦理的總額度 就是149億這個合約辦理 問題是 那問題是 聯合銀行團為什麼要開會 要做成總決議 要你這個真提單保品 然後又要你提前還款 對 提前還款到明年11月5號到期的合約 提前到今年的11月 那這到底這兩個是什麼評估呢 就是有風險 對 那什麼風險呢 風險很簡單嘛 就是你今天台北紀檢署 你跟台北地院已經申請了 扣押你的土地 扣押土地在銀行團的概念來看的話 你本項計劃有無法執行之風險嘛 這是最大的問題啊 所以他提出一個抗告嘛 所以今天陳翠蓉講話講得很大聲 其實我是銀行團 我有一句話告訴你 你當你這個抗告沒有完成以前 只要台北地方法院繼續扣押你的話 你該計劃就有無法執行風險 因此我用那麼高強度的方式對付你 要你合約裡面有一條叫做加速條款 提前一年11月5號變成今年還款 可是照你這樣講的 這個不是普通的 那中史話跟小史到現在還是不讓啊 那個是另外一回事 因為他今天我先解釋合約嘛 他今天講合約嘛 我說我把合約講給你聽嘛 他必談了這個台北市 這個台北地方法院扣押土地 而造成整個計劃的風險的這個事情 他沒有談嘛 那銀行關係是什麼東西 風險 風險嘛 所有的放款就兩個字 風險 就風險跟安全 其他都不要談 你跟我說你多少錢都沒用 就是我怕風險 我要求安全 就那麼簡單 那你現在就是說 你開了半年記者會 風險一個字不談 你就好像依附你抗告一定會成功的樣子 那抗告再講嘛 那問題再來還有一個最大最大的事情 我想坦白的 到底是 他是跟銀行團再開記者會 是這個對象對不對 合約是跟銀行團簽的對不對 但我問你 我當然在這個節目裡面 我跟世聰兄有一點意見有一點 不太一致的地方就是說 是誰做這個決策的 世聰兄認為說 你這個爛公司 這樣就差不多 我也這個技術上 與世聰兄的這種高材 最金融的認識 我完全同意 以學銀行團自己會做決定 銀行團 但是但是但是 我今天看完了我要提醒陳瑞龍 不是銀行團 金管會 是金管會的政策決定 這個有金管會的政策指導原則在裡面 所以你今天陳瑞龍的記者會開錯對象了 你的對象叫金管會的正確決定 什麼決定你知道嗎 就是抽你這些傢伙的銀根 這麼簡單 那會抽到只有這一份合約嗎 當然不是啊 慧珍講了一百次了 他到年底有很多戒心還救啊 通通抽 你怎麼辦 通通抽 當然通通抽 我戒心還救 我現在不見你可不可以 因為你這個企業因為本案造成的風險 造成年代的風險之外 而又造成了整個企業經營風險啊 我風險是擴大論的嘛 我擴大論的情況之下 你的銀行的金額 因為每一家上市公司 我告訴你都有一個特性 都有每天有到期的銀行的合約嘛 對 都時間到了 就時間到借心還救 借心還救 這是很大 那這種公司基本上 大概有一百多張 一百多個合約以上 對 因為三億五億兩億 轉來轉去 每天啊 大概差不多三天到兩天 老闆就要蓋章啦 我的上市公司我太了解 這個公司差不多 對少一百個合約以上 那我現在 如果是監管會的執行決定 請問你 監管會政策決定 那個合約你能夠還嗎 不能嗎 通通給你抽單子 很簡單 全部的不行不行 通通都要演 通通都不選舉 一個禮拜內提示 全面來了嘛 你下次開這個會 就不是這樣子開法 下次就是到政管會 到交易所去給我開會 跳票開會 那還給你客氣 銀行就給你嘎票 你都說乖乖的 這樣走得這麼狠嗎 所以我們在測試嘛 如果是銀行團 針對單一合約的處理 所以你是說 還是儘管會 今天忠實話耍狠 接下來你會看到 儘管會更狠 對 所以我現在講到說 你今天如果陳瑞蓉是對的話 就叫做銀行團的單一合約 那個也要抽 然後另外一個更狠的就是說 是全面性的封殺 你這個集團的話 那是金管會的政策決定 你再說一遍 全面性封殺 全面性封殺的話 那就是金管會的政策決定 那個是我講的後者發聲的話 我就告訴你陳瑞蓉 陳瑞蓉有什麼老朋友 你今天開記者會 對象開錯了 是要跟金管會主管 金管會主管機關開會 才有意義 好 玉蓉 這個要是打到現在 有必要打得這麼醜慘嗎 我看我最狠的動作都出來了 接下來講的話 陳瑞蓉他們今天開的這個記者會 問了非常多的問題 但是呢很多記者在現場 都直接PO他一句話 你就實問虛達嘛 怎麼樣 你就是告訴大家 你要不要停工嘛 然後呢這個現在來講的話 這個狀況如果扣押的話 因為他這個土地 已經是被扣押的情況 那會不會對你的集團 造成影響 他還謝謝記者 謝謝你提醒我 我們會去研究 謝謝你提醒我 然後呢下面就有記者講說 你問了那麼多事實問虛達 陳瑞蓉竟然拿著麥克風 聽到就說 我相信我們並沒有實問虛達 我告訴你 他們現在就是耍賴 我要補充一個 陳瑞蓉的師傅是誰 他師傅是校外長 對 校外長被人家丟雞蛋都在笑 陳瑞蓉沒在怕的啦 真的 他們這一麥就是這個樣子的啦 就是這樣子喔 哇今天來講的話 我覺得真的是來講的話 是最實在的一件事情 我就是耍無賴 不然你拿我怎麼樣 耍無賴 現在來講的話 大家可能沒有去過 金華廠長在那邊看 你遠遠的攝影鏡頭 只會去從高點往下拍 你知道嗎 那個金華廣場的斜對面 還有另外一個工地 也正在蓋 這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說你台北市政府 敢不敢讓他停工 不敢嗎 你讓他停工的話 那對面那個要不要繼續蓋 那對面那個跟那個沒有關係喔 你現在來講的話 大家想一件事情 我們跑方地產 聽過一個很可怕的一個案例 你想想看喔 在一個沙灘上面 現在金華廣場就是那個沙灘上面 你把腳踩到一個窟窿裡面 你這個腳不是踩下去十公分 你這個腳是踩到地下七層樓 你現在不蓋了 腳抽起來 旁邊還有其他的工地正在蓋 你要是在這個沙灘裡面 你這個沙子 慢慢慢慢慢慢的 連續比撐不了那麼久的啦 整個摸下去之後呢 有建築專家告訴台北市政府一句話 你敢擔得起 南松山全面改建嗎 你敢擔得起嗎 已經擔不起了嘛 所以現在來講 講完頭到沒了一些話 你叫他停工 他也不敢停工 然後今天陳瑞榮 跟他們的頂月來講的話 就是告訴大家一件事情 我就是耍賴 不然你們奈我何 好 本來以為我說這個戰爭應該是什麼 應該是整個金華城 或者是整個這個所謂的這個 忠實話 你是跟誰 你是跟這個匪檢 你是跟這個所謂的檢調 對幹 我沒有想到他們今天開了一個戰場 他們今天要殺的敵人 是台北市政府 殺了這個台北市政府 他就是施定 你台北市政府不該有作為嗎 當然是啊 因為蔣安市長針對這件事情 一定 從這個法院裁定扣押金華城土地之後 他的態度是什麼 他完全沒有態度 而且不只 不只這個 不只扣押的時間 在更之早之前 其實包含中小平議員 還有很多的議員 早就已經提醒了 如果已經包含前任的市長 副市長跟都法局局長都被列被告 而且前兵役局局長都承認有行為 對 代表那20%的容積就是不法獲利 你應該要有準備 就已經建議他要停工了 可是停工很可怕啊 像剛剛講 停工會有公安問題 連接許述他都說 你台北市政府 相關人員要給我盯住 沒人能夠承受 等於我給你打個拼 我跟你講為什麼會這樣子嗎 因為你沒有做好準備 我剛剛講的 早在一個月之前 大家就已經提醒你 這是不法獲利 你接下來台北市政府 怎麼對金華城 你要有準備嘛 結果蔣萬安去做什麼 蔣萬安去有一個這個 委託研究案 研究說金華城如果停工之化 之後的話 法律效益會怎麼樣 他去做這個研究啊 他不是去做 剛剛大家所說的 安全問題 安全的問題 你應該先去了解說 他現在開挖得這麼深 如果我們現在要求他停工 相關的公安問題 如果我已經傳好了 你今天出來開這個記者會 我就告訴你 我就停工 因為不會有你講的這件事情 金華城 周實話會不會嚇到 會啊 會知道說台北市政府 是已經準備好的 沒有備案 是不能夠讓你糊弄的 對不對 可是沒有現在完全不曉得 現在包含剛剛許淑華議員所說的 必須要找什麼土木祭司公會 去做研究 這早就在之前 就應該要先做的事情 台北市政府做了沒 沒有 沒有做嘛 然後就在那邊擔心 所有的事情都要有法律依據 不然我們就不會像 現在留下來的爛竿子 所以妳的意思說 我就算要讓你蓋 我也要有一個心理的底勢 我要讓你蓋到哪裡 沒錯 我覺得這是台北市政府 之前就應該要做好準備的 而不是擺爛在那邊嘛 一直講說 人家問他說金華城怎麼辦 他就說我就依法行政啊 我就配合辦理啊 我就配合調查啊 但這件事情 絕對沒那麼簡單嘛 所以今天金華城 今天忠實化出來 開了這個記者會 就兩件事情嘛 就是第一個 錢的事情你不給我對不對 可是我告訴你 我跟你簽有合約喔 現在主管機關沒有叫我停工喔 所以你錢不給我斷 主管機關是不是 但是你講萬安不敢 我就笑你小孬孬 因為你怕我公安問題旁邊都垮 你也沒做好準備 你說今天這個記者會是嗆講萬安的 是啊 反正你也沒有準備好啊 我告訴你有公安問題 所有的議員也說對 如果真的有公安問題 那我們確實要對停工這件事情 要再做準備 那我要問 握有市政權利可以去調查 到底有沒有公安 到底是不是如忠實化所講 這麼嚴重的人是誰 是台北市政府嘛 台北市政府做好準備沒 沒嘛 因為他們一直依法行政 一直配合調查 沒有任何積極的處分嘛 所以今天開的這個記者會 完全就是在打你臉 笑你講萬安 完全不敢處理 好 好